哈喽,宝宝们,欢迎关注肖战,一年一端午,一岁一安康,过节的时候,很多人都在忙着做着自己的事情,很多电视剧都会趁着节庆的时候,发布自己的海报,而这一次,古与古摇十点的时候,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自己的到来,是的,他出手了,不仅是他的粉丝,就连网络上的人都被他的行为给激怒了,因为没有足够的服装,所以没有营业,这也是这个木偶的一个特点。 其他的电视剧都会出现在不同的节目中,只有这个电影没有任何的变化,因此,玉古摇在端午节期间开门是出乎人们的预料,最关键的是,玉古摇的事情,一直都在传着,无论是演员,配音,还是视线看过剧本的业界人士,甚至是经常被曝光的路透,网上流传的关于玉古摇的事情,都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,情人节,520,四季,都没有任何的变化, 虽然有些高傲,但却很符合古人的习惯,这种时尚的节庆,在古代人的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,更何况,九一山是仙人的落脚点,而肖战扮演的石影,则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,站在一间山崖上,拿着毛笔在房间里写着什么,竹果通明,散发着玉古仙的气息, 而另一张则是人敏扮演的朱颜,与正经微作的石影截然不同,两人的行为举止也是天壤之别,一个是温文尔雅,一个是无拘无束,没有任何的拘束,不过,不只是因为肖战的端午,他的店里也聚集了很多人,没有什么大型的聚会,不过,想要获得更多的人气,嗯嗯嗯的问题永远都是解决不了的, 所以平台才会给肖战安排一个假期陪护,这也太不厚刀了,肖战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给粉丝们带来欢乐,而是很有诚意的,他先发了一张端午的素描,大家都知道肖战在出道之前就是做过设计的,所以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,但即便是这样,他也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,今年的端午节,尽管端午节只有一个粽子和一个生日牌, 但通过手绘的简单的身体动作,可以看出肖春生在那个海洋里的人物的个性,旁边是一件很有年代感的军装,二十八杆自行车,在他的印象里,肖战并不会骑车,双手撑在墙壁上,双腿交叠,一副很不安分的样子,北京的公子哥,这只是肖春生在背景中的一个简单的描述,而他的皮肤却在画中感觉到了,在所有人都认为肖战在端午营业的时候,工作却是一份很长的, 时间没有看到的真实记录,时隔二十一年,他又一次看到这个话题,已经是七个月前的事情了,自2021年起,肖战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变化,而随着梦幻之梦的演出也在各地上演,于是便展开了对本地美食文化的打卡,海南的电影,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,这是肖战在海南的一段视频,也就是5月10日肖战的照片里,肖战在5月份的时候,就回到了北京, 继续他的梦想,在离开海南之前,我们在这里录制了7分钟的美食分享,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常见的小吃,不过肖战点赞的咸肉粽和端午简直是绝配,难怪会有粉丝说今天又是一顿暴饮暴食,同时,建议是否可以科学运作,端午节这天,作为主角的玉古瑶, 首会的洁庆老师记录分享着实丰富,但是,这种仪式感,独特的创意,没有任何的商业模式,也没有任何的惊世骇俗的举动,却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肖战的真面目,虽然做生意很有一套,但是他的诚意,却是实实在在的,就像是网友们说的,他这个样子,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,请原谅我的肤浅, 我只是想谈谈肖战的长相,我也知道,肖战的所有优点中,相貌是最不起眼的,但是在提到肖战的时候,我们却不得不将其放在第一位,最近,有人问肖战长得不怎么样,你还会继续粉摊吗?不少粉丝都很严肃地给出了答案,并且理智地认为,他们一开始是不会的,很多粉丝都认为,颜值才是肖战的第一步,漂亮的东西,永远都是一种享受, 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容貌产生好感,那么,就不会有更深的了解,直到今天,肖战依旧被所有人所认同和喜欢,尤其是他那介意的性格,那眼中又带着一丝低调的锋芒,不过,颜值依旧是肖战最大的吸引力之一,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,从天然的美丽,到如今的医学美容,再到如今的美颜遍地都是,即便是有了统一的标准,也依旧是最吸引人的, 肖战是出了名的颜值报表,他的五官是公认的,再加上他一米六的身高,再加上他的身材,再加上他的相貌,让他成为了一个可以踏入娱乐圈的男人,在他还是个素人的时候,他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星,被无数的粉丝们当成了校园偶像,被无数的粉丝们偶遇。 肖战自己也说过,一个好的形象的确会让他变得更好,这一点毋庸置疑,但要想更进一步,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。 他虽然很谦虚,但也承认自己长得很帅,但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男人,被那些所谓的食物链的评价吓了一跳。 从初到六年,他的外表和商业实力都在飞速提升,每次他的出场都会带来新的惊喜。 严苛的自我控制让他始终以最佳的姿态展现在观众面前。 肖战新的产品陆续发布,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他已经喊累了,冷漠,增贵,温暖,治愈,冷漠,冷漠。 他的任何一张脸,都给人一种意外的感觉,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没有人能逃脱这个世界的规则。 肖战也是如此,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,他的身上肯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 虽然他的粉丝们都说,就算他年纪大了,不能唱歌,不能演戏,但是,他和肖战在一起的时光,却是任何人都无法给的。 从容貌开始,到对性格的忠诚,到了最后,就不是容貌了,喜欢肖战的粉丝,会用粉丝的一句话来祝福肖战和肖战。 你是高高在上的人物,是属于星空的,我为什么要邀请你去看红尘,去看风景,去看红尘,去当一个信使,让我见识一下女神的风采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,请各位宝宝们点赞,支持我们肖战的节目。 你真的不要去看一看吗?肖战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频道里,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,赶紧订阅吧。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肖战的精彩内容了,下次见。